这里就是大荒山吗?乌鸦怪望向周围宽敞场地,大山,以及众多的围观妖怪们不由凑到陆飞身旁低声说道,确实很大啊,比我们浪浪山大多了。陆飞收回目光点头,这里也将是我们以后的浪浪山。小猪妖红皮没说话,只是目光不停看向周围陌生的一切,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这时,队伍前方,已经接受完黑脸大王吩咐的野牛腰黑狼走到了一众妖怪前,大声道,浪浪山的孩儿们,跟我走。话音落下,左边一众妖怪立刻走上前,跟在了野牛腰身后。陆飞和乌鸦怪红皮三个随即跟上。不过在走出大队伍时,陆飞突然发现了白天被他勒索过的那只女兔妖,此时就站在舌盘山一众妖怪队伍中。 在陆飞发现他时,兔妖同时也看到了陆飞,随即,女兔妖立刻朝着陆飞呲牙咧咧嘴表达了问候。没有理会女兔妖的幼稚行为。陆飞面色无比平静地转过头,只留给了对方一个后脑勺。 在他身后,蛇妖花蝴蝶这时也带走了剩下的所有妖怪离开。不过梁火妖怪所走的方向却是正好相反。浪浪山向左,舌盘山向右。 从半截山体的广场下来。道路立刻恢复成了妖族们常见的山林道路。这也让一众妖怪们原本来到陌生环境有点拘谨的神情马上放松了下来,原本有点队形的队伍也随之迅速散开。 看着后方小妖门散开,立刻就有小头领妖怪站出来出声大吼道,都跟上,不要走散,这里不是浪浪山,麋鹿的后果是会死的。 小头领直接粗暴地喊话还是很有效果的。让一些在浪浪山也惯了小妖门都安静了不少了。 为什么头领说麋鹿会死?小猪腰红皮纹身靠近两位大哥开口就问道。应该是会有危险吧。 乌鸦怪马上接话道,毕竟我们对这里不熟。说着歪头看向大哥。 打个比方。路飞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向俩伙伴,如果我们在浪浪山,遇到一只陌生的,落单的妖怪怎么办? 乌鸦怪马上道,那还不简单,不是蛇盘山的就是野妖怪,又没有其他妖怪知道,直接杀了赤肉。 红皮倒是没说话,不过看去眼神应该同意乌鸦怪的看法的。 路飞点头,对,我想头领应该就是这意思吧。 听到路飞的话,乌鸦怪马上疑惑道,什么意思,头领是什么意思。 红皮沉默了下,随即道,我们要是在这里迷路,不就像是其他妖怪在我们浪浪山迷路一样吗? 被三弟红皮这一解释,乌鸦怪这回听懂了。 只是他马上又问道,但我们不是迷路的妖怪啊,是那位大王带我们来的啊。 路飞,大荒山很大的,而且我们才刚来,这里的妖怪肯定还都不清楚,等时间久了,互相都认识,那时候便没事了。 好吧。乌鸦怪对大哥的解释服气了,这次没话了。 当一只顶着羊头的本地妖将野牛妖黑狼和一众浪浪山妖怪们带到一座大山峰脚下时,停下了脚步,转身开口道,黑将军,这座山峰便是大王所说的怪石峰了。 将军现在就是怪石峰的主人了,将军下面的小妖都可以居住在这里。 羊妖一番交代告之后,野牛妖黑狼望着眼前山峰突然道,怪石峰名字不怎么好听,我能给他改个名吧。 羊妖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马上笑道,当然可以,只要将军高兴。 野牛妖黑狼随即面做沉思后,开口道,那就改名浪浪山吧。 说着野牛妖看向后方一众妖怪们开口道,这山以后叫浪浪山,孩儿们说好不好。 好,好。 听到现在变成了将军的前大王将眼前山峰改叫熟悉无比的家乡浪浪山,一众妖怪们马上热烈回应道。 看来这名字没改错。 见到下面的小妖的反应,野牛妖看着眼前羊妖笑道。 羊妖也笑道,我记下了,那这里以后就叫浪浪山了。 一番交代后,羊妖带着几只小妖离开了。 野牛妖黑狼则带着一众小妖们登上了新了浪浪山。 一路从山脚走到山腰后,路飞这才明白这座山峰为什么原来叫怪石峰。 因为这座山上的石头真的很多,几乎是随处可见。 而且很多石头造型奇特。 这也应该是怪石峰名字的由来了。 石头很多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是什么,那就是住处很好找。 何况如此大一座山峰,住下一百多只妖怪绰绰有余。 除了显示地位的山顶位置是属于野牛妖黑将军外。 其他地方,基本都是可以住的。 不过为了便于管理,一众小头领们还是限制了小妖们选择住处的位置,将小妖们的住处固定在了几处乱石最多的区域。 就这里吧。 乌鸦怪摸着靠墙一侧,一个长条U形的凹槽内的干草,以及还有散落的不知名毛发,马上开口说道,这里以前肯定有其他妖怪住过,你们看着些毛,还有干草。 小猪妖红皮从外面走近道,就不能是凡受住过吗? 毕竟他们也有收集干草的习惯。 已经爱上了这处凹形床铺的乌鸦怪马上反驳道,但是他们不会收集这个,说着从干草下面拿出了一串串着草子长练。 红皮没有在说话,但从他眼神中能够看出,他对这处石洞并不是太满意。 陆飞站在石洞最里面,望着头顶裂开的缝隙,以及透过缝隙直射进来的朦胧月光,一锤定音道,不用再选了,就是这里吧。 大哥的声音传出,乌鸦怪面色一喜,马上躺进了凹形石槽道,这里就是我的床了,你们谁都不能跟我抢。 陆飞也开口道,我就住里面了。 红皮撇了乌鸦怪一眼。 大哥也同意,他自然是不好再说什么,只是看着这处长而窄的石洞,左看右看,最后只能选择洞口旁被封那里躺下了。 夜色渐深,石洞内外安静一片。 肚子好饿啊。 就在这时,刚下去不久的乌鸦怪开口叫道,大哥,三弟,你们呢? 红皮闭着眼道,闭嘴,我不仅饿,还痛。 石洞最里面,陆飞简单将地面上的干草,小石子之类的东西收拾完刚坐下,就听到外面俩家伙的声音,于是顾不上查看今天的收获,开口道,都进来吧。 乌鸦怪马上蹦起身,快步走进最里面仿佛隔间一般的石洞就道,大哥,叫我们干啥? 小猪腰红皮这时也缓缓走到了洞口,他白天伤势不清,这时变成人形身上一样满是大小伤口,精神有些萎靡。 面对俩弟兄的疑惑目光。 陆飞也不废话,心念一动。 砰! 一头野牛尸体凭空砸在了地面上。